似乎原告是受害一方 但是从感情上讲 被告又获得了不少的同情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 难道感情是不合法的吗 或者说法律是没有人情味的吗 正是由于这一疑问 所以才会出现了 原告在法庭上替被告说话的场面 法律真的不承认良心吗 良心也不承认